华林慈基大学3月31号晚间紧急宣布 晚上接获通知有教师确诊新冠肺炎 校内第一时间启动了防疫应变计划 1号进行全面清销 职员改采居家上班 而学生也开始远距教学 时间到4月10号为止 后续再是疫情期况 稳动式调整 慈基大学表示3月31号晚间接获通报 一名教师确诊新冠肺炎 校方第一时间启动防疫应变计划 从1号开始全校停课 全校课程包含体育课在内 全改为同步或被同步远距教学 时间先到10号 后续则看疫情状况再做调整 那目前学校能然暂缓对外开放 图书馆在今天4月1号开始 我们闭馆进行清销 那4月1号到4月10号 所有校内的活动暂缓办理 会议延期或是改为线上的会议 那体育馆呢 全面闭馆 我们学校的社会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呢 也是暂停实体授课 慈基大学说明 该名教师主要的工作场域在医院 是确诊副理师的匡列对象 验出阳性确诊后 校方也正在匡列相关的接触者 通过校园全面消毒 教职员也改采居家上班 6号开始 教职员依照三级警戒的模式上班 出入校内 办公室等场所都要戴口罩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